本期话题女人经常头晕八个原因 黄世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 女人经常头晕的原因有哪些 其实呢我们讲经常头晕 第一个原因呢我们要考虑 首先考虑了我们讲女性的特点 就是比如气血不足啊这些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还是都差不多的 比如说我们考虑脑部疾病 那么脑部疾病比如说引起来高血 大比方脑血管疾病啊或者是神经系统疾病 它都可以引起脑部疾病 第二个呢就是头晕 可以比如说耳元性疾病 比如说耳失症啊耳炎啊或者是功学不足等等 比如前领炎啊这些都可以引起血痕 第三个呢比如说我们颈椎的疾病 颈椎疾病的压迫了也会引起血管 就实际上间接了引起了脑功学不足啊或者引起头晕 除此以外呢我们还可以讲就是全身性疾病 全身性疾病呢就比较多了 比如说呢血压血糖血脂 这些都可以引起 比如说高血压低血压 它都可以引起 比如说糖尿病也可以引起血管疾病 还有呢就是说比如说中毒啊或者感染啊等等 其他疾病比如说发烧 这些都可以引起头晕 那么全身疾病呢 很多种疾病都可以导致头晕 另外呢还就是药物因素 有些药物呢也可以比如说用的不合适也会引起头晕 除此以外呢我们讲还要考虑其他一些因素 比如说环境呢环境因素 比如说大乳房环境很超热 或者是比如说还有暑在天 或者比如说中暑 这种呢也可以引起头晕 或者我们过人的原因 比如说运动过量了休息不好了 这也可以引起头晕 所以头晕的原因是比较多种多样的 当然呢也可能比如说其他一些因素 比如说过来比较医院的检查 大乡核心公正那种环境下 那种也可以引起头晕 所以头晕原因包括还有神经衰弱 就都可以引起 头晕原因是多种多样 女性呢我们更多的讲 气血方面会多一些 其他大体上是一样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